说到四川的时候,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,他们当地的风景很漂亮,拥有很多矿产资源,被人们称之为天府之国。 如果说到四川的时候,相信很多小伙伴都会想到我国特别著名的城市,成都。 毕竟成都在这些年里发展很快,可以说是四川境内实力最为强悍的城市。 其实,四川除了成都之外,境内还有很多城市都很努力,就比如说这个城市,它可以说是四川发展潜力最大的城市。 在以后很有可能会超越绵羊,你知道是哪里吗? 其实这个地方就是南充,它在四川地区的东北部历史很悠久,文化底蕴很浓厚,到现在已经有2000多年的时间了。 因为气候比较特殊,很适合种植一些水果,被人们称之为水果之香。 根据了解,在前年的时候,南充的GDP就突破了2000亿元,经济增长速度是9%,是近5年里面四川地区增速最快的城市。 我们国家对南充非常重视,为了让当地更好的发展,就想了很多办法,下达了很多政策。 到现在,南充已经成为了我们国家特别重要的大残桑生产基地。 南充的水资源很丰富,劳动力很充足,拥有着很多优势,在近些年里发展很快,有很大的上升空间。 除了这些之外,南充的风景很漂亮,因为拥有着很多著名的景观,每年都会有很多人来这里游玩。 仅仅依靠旅游业,南充就能够获得很多收入。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,很多网友都觉得,南充就是四川地区发展潜力最大的城市。 只要抓住一个合适的机会,就会迅速崛起,超越绵羊。